老实说,你追男,隔成仨,其实当一个女人喜欢你的时候,你应该知道她心里的意思,如果爱就懂她的,你知道吗?我们看看女孩子有哪些你知道吗?看你是不是真的知道? 一,你知道吗?你约我,我不会去拒绝的哦,爱你的女人会跟你说这样的话,你知道吗?你约我,我不会去拒绝的哦,爱你的女人会跟你说这样的话,所以不介意和你一起约会,她甚至会很享受。 女人有这样的表现,很明显,她已经深深爱上你,想你的滋润了,要知道不会有人那么空闲,愿意和一个不感冒的人在一起,浪费自己的青春。 约会并不在于去看哪场电影,去哪个餐厅吃什么好吃的饭菜,而是只要有心爱的人在身边,悄悄话也会变成诗歌一样懂听。 如果她喜欢你,就会特别想跟你在一起,喜欢和你一起约会,喜欢你的秘语,遇到这样的女人不要错过。 二,我有什么烦心事的时候,都会主动找你去说的,爱你的女人才会这样做。 我有什么烦心事的时候,都会主动找你去说的,爱你的女人才会这样做,所以每个人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,很多时候不愿意为了别人的事情而耽误自己。 但若你说想让她陪,或者你约了她,即使她在忙,也会放下她自己的事情去陪你。 这个小细节,说明你对女人来说很重要,说明她思念你。 女人喜欢你的时候,就会想要见到你,或者跟你说说话,或是给你发发消息。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跟你发消息,并不是因为她很无聊,想找你聊天消遣,女人这样对你只是因为她喜欢你,并且正在思念你。 你知道吗,只要是你的事情,我都会很伤心的呢,爱你的女人就会跟你说这样的话。 你知道吗,只要是你的事情,我都会很伤心的呢,爱你的女人就会跟你说这样的话。 所以,女人有这种表现,很明显,她正在爱着你。 一个女人遇到爱情,会变得疯狂,会变得不像自己,会为了爱情委屈自己,在生活中会为了你去付出,对你的事情特别在意,会真正的懂得去关心一个人。 每天会慰问你,提醒你好好吃饭,早点休息,不要太心累。 女人只有真正对一个人心动,才会有这样细微的表现。 所以说,女人对你动心了,才会把你当作最重要的人,把你放在心里。 四,你知道吗,现在的我很依赖你的存在的,爱你的女人就会说出这样的话。 你知道吗,现在的我很依赖你的存在,爱你的女人就会说出这样的话。 所以,女人有这样的表现,很明显,她对你动情了,女人对你情根深重。 当一个女人愿意陪你走过风风雨雨,在苦,她也无怨无悔,她对你总是毫无理由的信任,对你没有任何的保留,也愿意一直地继续信任你。 同时,她爱询问你的意见,自己变得越发没有组件,异常在意你的感受。 若是一件事会让你不开心,她肯定不会做。 所以,要学会珍惜这样的女人,毕竟这样的好女孩不多了,遇到这样的女人好好珍惜。